狼牙榜之风启长林昨晚开播了 开播前一直被诟病的黄晓明表现意外的不错 获得了不少网友的赞许 在狼牙榜之风启长林中 黄晓明饰演的是长林王府世子萧平章 剧情一开始就是他经历的一场残酷的战争 萧平章带着战士们浴血奋战 网友表示他得热血沸腾 纷纷赞其演技成为惊喜 看了前面两集的网友都表示黄晓明演得不错 适合演将军 表现称得上可圈可扁 而且网友还表示黄晓明正经演戏的时候特别帅 在网友都在夸黄晓明演技的时候 他自己却发了这样一条像是在自黑 其实是在炫耀身材的微薄 对于黄晓明的身材 关注的网友都知道是非常不错的 然而这条微薄却让一些粉丝生气了 认为在这个时候黄晓明不应该再把陆修卖肉作为宣传点 在狼牙榜之风启长林中 黄晓明的打戏排词都非常精彩 这才是作为一个演员最重要的部分 大概这些粉丝也是有些恨铁不成钢档 毕竟自己爱豆的演技一直以来都被网友不停吐槽 好不容易有一部作品 一个角色能证明演技 爱豆的宣传点却不在演技方面 有些痛心档 不过 粉丝们也不用太着急的嘛 剧集才刚开始 宣传也是一步步来的 有演技的演员观众总是会看到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